来请廖老师讲附身的案例好不好 附身的案例 就是我要讲一个 就是我观音店有处理过两个 很离奇的案件 是一个从三楼 就莫名其妙就掉下来 自己的住家 那另外一个就是从四楼掉下来 那我们这一次来讲 四楼掉下来这个案例 这个是有一对夫妻他们新婚 那就是说新婚不久之后 他们买了房子 那原先就想说 跟爸爸妈妈不要离太远 就买了一个房子 然后过他们小两口的生活 可是过了一阵子 这个男孩子的爸爸就生病就过世了 过世了之后就剩妈妈住 那妈妈就是在办完这个 他先生的丧事之后 常常都挂急诊 然后这个男孩子在上班 然后妈妈就会接到妈妈的电话 就说我人真的很不舒服 我觉得我好像撑不下去 就挂急诊这样子 原来他妈妈就是 每次到了下午的三点过后 他就会眩晕 头晕 然后头痛 好像快要裂掉这样子 然后就会反胃一直吐 东西都吃不下 然后脸色超惨白的 然后这个孩子也看妈妈这样 很不对劲 都挂急诊 可是怎么查都查不出病因 怎么抽血检查 做了很多次的检查 就查不出来 本来还以为说什么内耳不平衡 还是脑 脑里面有什么东西 怎么检查都没有 都是健康的 那后来呢 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这个孩子常常要请假 到下午就要赶快冲回家 带妈妈看医生这样子 那他们他就跟他老婆商量说 那干脆我们暂时搬回家住 等妈妈健康了我们再搬回来这样子 好那结果呢 结果他们搬回去住之后 这个第一天晚上 这个老婆就说老公老公 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听到声音 他就说什么声音 他说我昨天晚上听到那个很吵的声音 很像人家拿那个塑胶袋 一直在那边起起叉叉 然后好像很多人在讲话 我都听不懂 可是你就觉得有人在讲话很吵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这样子 那他老公就说我没听到 他老公还蛮好睡的 结果这个这个行步第二天第三天 都跟他老公这样反应 可是前面他老公都都没有发现 可能是因为他妈妈还是不断在 三点之后生病 他老公都忙于跑跑这个急诊 又要回去公司赶一些报告 他太累了 可是到了第七天 第七天之后换他先生了 他先生也睡不着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房间 他们住在四楼 那他的房间旁边有一个落地窗 就像刚刚那个刚刚他讲的这样 旁边有一个落地窗 这个先生睡到半夜 大概两三点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被一个声音吵醒 就好像郑大哥 我们这个玻璃有没有撕掉了 有水有没有 然后你用手一直去戳 有那个摩擦的声音 可是他听到那个声音 很像是用指甲在那边抓 咳咳咳咳咳咳 然后他就被吵醒 觉得很刺耳 很刺耳他就去开 这里是这里是四楼 不可能外面阳台有人 然后他就打开那个窗帘 可是那时候是冬天 他就觉得说外面没看到人 怎么有人在对他的这个玻璃吹气 有那个雾气这样 有人吹然后雾气出来这样子 然后他觉得很奇怪 他又站在 他又吹了两下 他赶快把窗帘拉起来 他吓到 然后那一天他就没睡好 隔天又来了 他又听到那个声音 然后他就又打开窗帘 又真的有人在吹气 可是他很认真在看 没有看到什么东西 他觉得说奇怪怎么会这样 好 到第三天 又是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他听到声音 就有人在叫他 某某某 我是你爸爸叫我来的 你出来一下 你出来一下 然后他就想 我爸爸叫你来 不可能吧 他就愣在就是落地窗那边 可是他又想 会不会我爸爸刚离世 他在那边过得不好 有要搞什么事 有要搞什么事 然后于是他就把那个玻璃门打开 就在他打开玻璃门 跨出去的时候 跨出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 他就打开窗 那个落地窗 他脚跨出去 其实他看到一个乙巴桑 他跟他说 你过来 你过来 你爸爸要我来找你这样子 然后他老婆就听到那个 开落地窗的门的声音 摩擦的声音 他就醒来 醒来他就叫他老公的名字 那一刻他看到他老公有回头一下 可是他老公的眼是翻白眼的 然后紧接着他就赶快起床 他就看他老公跨出去之后 就直接从四楼 好像有人把他往下扯 就掉下去 掉下去之后他就惊声尖叫 你知道吗 然后还好就是二楼 二楼就有一个露台 他们他们住四楼 二楼的邻居有一个露台 他们有遮雨棚 他老公就掉到那个遮雨棚 再掉到人家的露台 那二楼的人听到叮一声 很就很害怕 然后出去看 以为他们家变凶宅 还好就是没有人还没有过世 就送到医院去去急诊这样 然后就住在交互病房 然后医生说很严重 不一定救得起来 然后这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女孩子的的妈妈 就觉得说跟阿姨 觉得这个事不单纯 不单纯 然后对对 就赶快来观音店问 然后他很怕他先生救不起来 那结果我就请示菩萨之后 然后我就说你爸刚过世 你们的伤势是怎么办的 我就问到这一块 然后他就说就交给殡仪馆 我说我要问的是多久出病 他说一个礼拜就出病了 然后好像什么都没有做 就告别是 我说你们没有做妻吗 没有做什么 他说没有 他们他就是说他们姑姑 他们什么的一些家族 就觉得说简单就好 现在都很简单 要不然就是怎么样 怎么样这样 长辈的意见什么都没做 那后来我就说 其实这个妻要做 你没有做 因为我们在做妻的时候 会超度这个亡魂 让他就是说不要受很多苦 再来就是我们累事 或是在生前可能有一些冤亲在主 那你没有给爸爸一些收费 或是他所需要的 他在半路会被冤亲在主拦截 对那后来就是这一个 不是说爸爸叫他来那个 其实是他爸爸的冤亲在主 那个欧巴桑 因为他爸爸都没做出什么 他爸爸都还不了 因为他爸爸刚过世 但是他的灵体都还在生病 所以他爸爸完全没有办法主张 然后所以这一个 逃不到他爸爸 就要来逃他孩子 那后来就是经过菩萨 这样的指示 我们就帮他爸爸做了一个法会 然后也帮他做了 顺便做了一个超度 那一个冤亲在主 后来这一个本来是昏迷 就是掉下去那个孩子昏迷 那后来他就慢慢的梳醒 后来就好了 好了之后他在就是要复健 复健大概一年出头 才真的可以恢复行走干嘛 后来有来观音店 跟我讲他这一段过去 就说他真的看到那个欧巴桑 然后叫他 他跨出去之后 他就不知道人 然后就是他老婆看到他翻白眼 你喜欢没有你们家的阳台 站着一个车 然后说他欧巴桑 怕就死了 对不对 怎么可能 好 新闻娃娃 有YouTube频道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